我们来之前收集了一些大家朋友圈的截图 大家可以认领一下这都是谁的 你们传一传 分一分 大部分都是诚哥 诚哥这些都很快乐 都有图 迪士尼的旋转木马 今天就不做了 放旋转木马一马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看明白 我说什么东西马一马 太有梗了 然后还有一个 跟李丹还有孟川一起做旋转木马 陪那猛人骑马 诚哥的朋友圈太快乐了 大玩的 杨丽这个有个猫以后跟有个孩子差不多 这我都克制了 而且我还会私发一些人 有些朋友圈里有一些私发 他这就是猫 没别的 然后有一些洗碗做饭的 经过一个多月 我和我做的菜之间 新鲜感已经过去 他在我面前终于褪去了神秘的面纱 让我看到了他真实的面貌 那就是不好吃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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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还是有的 节奏不是他读得好吗 国仔的朋友圈是 数字和字母要比文字多的那种 哪位大哥知道 PG279QR和XG279Q 这两个选哪个 然后下面有一个人评论 PG279QR有G-SYNC 这是主动加 这哥们主动加的 主动加的人就得用得上 对不对 互相咱们对吧 人家有忙我也帮 那我们是不是有人没有朋友圈 我没有 你没有啊 我基本不发 我已经两年不发了 为啥啊 就是没有欲望 我不知道给谁看啊 所有人啊 但是多好多人也不认识啊 那你演出 你演出全都不认识 你都跟他们说呢 但是他们看不了我的内心啊 哎呦 哎呦 哈哈 原来朋友圈是发内心的 哈哈 你看你看诚哥这是内心吗 哈哈哈哈 老旋转木板一码 这是 人是旋转木板 我从来没有发过 我不知道发 一条都没发过 我发过一条 我拍结婚照的时候 他说发了这个有优惠 哈哈哈哈 我懂我懂我懂 这个我懂 齐赞那个说 嗯就是拍结婚照 说你必须聊 不用跟我说 我知道 你跟他说 我跟他说 老师我也信了 你把那鸡蛋的发手发给我呗 现在 很网上很流行聊什么 谁射孔啊什么 然后会管那个 社交特别厉害的 你这种 智盛这种叫射牛啥的 我们编剧部 先九个人排个顺序吧 这太太容易了吧 我们没人能 battle得过智盛 智盛是 怎样就 全球唯一排马匹 不知道人烦的人 对 这是非常神奇的 就拍马屁就没人烦 不不不不 有有有有 大部分拍马屁的人很烦 而且你拍的人不烦你 周围的人可能会烦 但是周围的人也不烦你 对你太猛了 因为你不是真心拍 哇是真心的 然后被拍的人感觉是真心的 因为我觉得能当面夸一个人 是一种超能力 对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能耐 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就是我心里 咱们可夸了半天了 这个马力拍的就不好 你看 让我们周围的人很反感 拙劣 痕迹过重 不是 人家领导在拍马屁 人家不需要拍的 让你们都满意 你看 这个就非常到位 你瞅一瞅 你瞅一瞅 你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样了 打样了 随时随地给你来一个 随时随地 哇 但是周围的人也很开心 不知道人烦 哈哈哈哈 超能力 真是 最近在网上也很流行一个测试题 你们有没有做过 就是那个什么十六种还是多少种人 关那个全是字母 我做过 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对 就那个题 我十六种人关我快做了十六遍了 我的妈呀老 每次都不一样是吧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做好不好 可以呀 走吧 走 你在那干啥呢 这期不是社交主题吗 我打算做一个蚝油冰淇淋 给我的好朋友吃 你看 这不是海添蚝油吗 我就这么一挤 它现在就变成了蚝油冰淇淋 学会了这个 以后搜索又多了一个新技能 来啊 我要做了 免费的人格测试 那不一定准 是啊 正常晚上都付费 这有点 信不着 好 嗯 你的工作 工作 而不是成为 同意同意 小同意 反对 反对 怎么还没解除 是太多了这题啊 这你 我觉得答题速度是一种人格 打完了 哇 我的人格类型是 主人公 主人公 谁答的快 看时间的 你答对了 太扯了 他们怎么会直接说一个 他都是这样的 他的16种都是一个代号 我这是企业家的 怎么玩呀 啥玩意儿 他们带着直接而朴实的幽默 看下方式 哈哈哈哈 我是竞选者 我是调停者 谁要竞选 我也是调停者 咱俩怪不得咱俩 有手表呢 哈哈哈哈 快瞧瞧把表调停了 哈哈哈哈 捕食的幽默 哦 捕食啊 又捕食又幽默 胡来是啥 探险家 哈哈哈哈 我们这都有点准啊 有点准啊 咱回那个屋吧 我太好奇 徐志胜是啥了 对啊 他应该也是主人公吧 死鸡了 直接 哈哈 哈哈 我做完了吗 出来了 反正 哦哦哦 广志出来了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哎你为啥出来了 守卫者 哎 守卫者 守卫者啥竞格 守卫者 我是一个守卫者 我是个好人应该是 哈哈哈哈 里面没有 没有坏人了 你这是狼人 哈哈哈 那快闭眼吧 哦哦 哦 你是什么 我是净卷子 净卷子 哦咱俩一 我不想到我 咱俩是一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十分一秒 就反应过来不对来了 哈哈哈哈 我们看他这十六种人格的匹配吧 都是啥 好 第一个是 有逻辑学家吗 没有 没有 建筑师是不是也没有 没有 好像正经的这些咱都没有 提倡者 啊 你 谁 哎 我我是提倡者 啊 你是终于出位有了一个了 我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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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尔斯泰 卓尔斯泰呢 哎呦 哎呦 提倡学法语的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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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我的缺点很准 我的缺点一个是 sensitive to critism 就是对负面评价很敏感 啊 然后 perfectiontisk 就是应该是完 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啊 调停者 我和调停者 你也调停者 你和他们一样 你们三个调停者 对 是的 我们都没那么多冲突 三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调停者 是 哎呦 哎呦 人家是谁谁说 是哎 哎是不是你俩也很卡通 对 就是很有想象力 是的 你看我们这个调停者是 占人口的4% 常常被误解 当他们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时 他们之间的和谐 就像是快乐的和灵感的源泉 看我的是 但他调停的很失败 哈哈哈哈 我也是啊 娱乐圈其实挺麻烦的 就是娱乐圈交朋友这事啊 就是你啊 要叫的亲 但是呢 你要小心他的粉丝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发现 就是一个人啊 如果跟比自己红很多的人 走得太近 那粉丝可能会不高兴 说哎 你不要过来蹭我们家 那谁谁的热点 别这样啊 不要那么势力 我们就不能交朋友了嘛 再说蹭热点这个事有用吗 啊 我们海涛哥哥 在快乐大本营蹭多少年 你看看 啊 冰冰凉透心凉 对不对 就是快乐大本营啊 那都不是一般的热点 那是娱乐圈的基站的 啊 在基站待了12年 不忘出席 截然一身 啊 何久老师都敢动 啊 跟海涛哥说海涛啊 来快乐大本营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光顾着快乐啊 啊 啊 接着说粉丝啊 粉丝就是有时候挺讨厌的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 现在这个娱乐圈是这样的 明星之间呢 关系都不错 那粉丝却十分的凶残 啊 明星亲如一家 粉丝相互妈妈 特 就 我发现这粉丝就特别不拿自己当外人 天天就帮着他自己的偶像出去骂这个骂那个 不好 对吧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揭露了一个娱乐圈血淋淋的残酷的现实 你别生气啊 就其实啊 真的很少有明星拿自己的粉丝当朋友 真的 你们别生气啊 你别生气 你们跟着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啊 你们跟着我一起思考 好吧 就是你们想 这明星那个保镖啊 那是给谁雇的 防谁呢 啊 仇人 嗯 仇人会去看他演唱会吗 仇人会追他车吗 仇人会查他酒店信息吗 啊 你们回去新闻里数据统计一下 看一看明星的保镖 打过多少次仇人 又打过多少次粉丝 别生气啊 不要生气 你们有些粉丝做的确实是过分 对不对 咱们去查人家航班信息 酒店信息 其实有点侵犯人家隐私权 那又去接机 人家用你接机吗 啊 人家坐你车吗 啊 那为什么就没人接我呢 啊 就最近经常那个什么 我现在不是啊 就稍微好像红了一点啊 有很多工作 现在微信啊 经常就好多不认识的人 加我 上个球 我是哪个哪个公司的 你现在出来接活 多少钱啊 你听听你这个用词 我们国家嫖娼违法 你知道吗 啊 啊 这不知道现在人咋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在生活中 还都 基本上都知道谦让 知道礼让 就一隔着这个屏幕啊 哎 说话就特别个人 你们发现了吗 就特别没素质啊 就一代互联网用户 人以理智性水平 全面倒退啊 我分析了一下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隔着手机啊 打不着了 真的 我们开发一个科技 就我这个手啊 能顺着手机屏幕伸出来 你说你还敢那样说话吗 啊 杜海涛不是一个好主持人 啊 啊 黄岐山嘴真大 啊 脱口秀大会广告真多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别克新军委确实好 确实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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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了点 能和气 你们这个日子 过得下去 你像我跟张二高老师 我们多熟了 我现在我都还是要尊称他一声张老师 对吧 不管内心 有多么的不屑 啊 这都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 啊 希望大家呢 回去以后 对朋友 对家人 都能像我一样 虚伪中 透着热爱 啊 好 谢谢大家 让我给大家 我生气了 众所周知 徐峥老师对女儿特别好 特别宠女儿 女儿喜欢TFBOYS 他就去跟王渊合影 问王俊凯要演唱会门票 来讨女儿欢信 其实 我跟陶红老师也挺好的 我平时呢 都叫他陶妈妈 所以徐爸爸 我喜欢易烊千玺 能不能 给我要易烊千玺的 演唱会门票呀 哎 算了 我还是找陶妈妈吧 反正您在家里 说了也不算 先说 你好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 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有话直说的 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我这个岁数 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好像从小就没有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我妈只会说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你一听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跟我爸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怎么看都顺眼 然后我的工友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就喜欢给我发一些 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推送啊 什么细数电热毯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电热毯睡多了会补孕补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这个文章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北方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快捷酒店的逐大房型 很可能就是温暖电热毯主题大床房 他俩跟其他父母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我跟你们讲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那他们单位能不能给他们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有没有编制啊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直滑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去外地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前些年广场舞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哎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 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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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谢谢 谢谢 我是海元 我跟陈璐斯文有一个组合 对吧 梁思成组合 对梁思成组合 所以呢去年 去年参加完节目之后 过去的一年 我收到了很多情侣度蜜月的邀请 而我呢 也凭借精湛的陆地主技术 赚了很多钱 真的 今年的投球大会 我本来不太想参加了 对 因为我也不想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 所以现在 你们发现没有 现在80%的明星出事 然后发声明都会说 我不想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看了我们就生气 你知道吧 而且他们还总要强调是 无意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让我们这些有意要占用 却占用不到人格外的生气 现在饭圈真的太可怕了 你知道粉丝最近有多疯狂吗 我去年参加完投球大会 我也收获了几个疯狂的粉丝 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同学 是一个二手的粉丝 他看完我投球大会的表演 对我非常崇拜 觉得我将来必成大器 一定要跟我吃饭 我实在推透不过 我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我发现 我比他还激动 我还上网搜索了一下 明星跟粉丝吃饭 应该注意什么 要不要AA 如果他不肯AA 我怎么办 然后吃饭的过程 还挺愉快的 因为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因为他也是广西的嘛 他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会广西啊 然后要不要我来接你啊 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 因为我怕他到时候 带太多人来机场接机 又是应援 又是送花 又是喊口号的 会占用机场 太多的公共资源 而且长命搞那么大的 我跟吴亦凡有什么区别 但这个朋友追星 他追得真的很用心 他来之前还做过功课的 他跟我说 你还记得吗 有一年暑假在外婆家 有一个小混混霸凌了你 我说我记得呀 他说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他现在也是你的粉丝了 他现在到处跟人说 他当初打过你 还说当初打你 然后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幽默 每次都是一边打一边笑 打得可开心了 搞得他后来都不喜欢打别人 就喜欢打你 我听完之后百感交集 我就想打我就笑成这样 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你要是有机会打理蛋的话 那么得把你笑死 那同时呢 我也为他的无知捏一把汗 我也就是没有流量 我要是流量足够多的话 你不要说到处说打我了 你连我的名字你都不敢提 说到两海人 你只能叫我LHY 当然这个粉丝对我非常好 天天给我发消息 嘘寒问暖 还要帮我解决家里的问题 还要约当初欺负我的那个小混混 当面跟我道歉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感动 我就觉得我何得何能 怎么会拥有如此高质量的粉丝 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要做他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海员 如果我帮你办完了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跟李旦吃个饭 然后搞得我真的很受伤 我说你跟我聊了这么久 你就是为了跟李旦吃饭吗 他说是啊 我真的很受伤 我真心地把他当粉丝 他却把我当中介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粉丝真的很杂 非常杂 他有好几部手机 除了我之外 也经常给其他的明星发消息 进行多元追星 经常追到半夜三四点 黑眼圈非常严重 当然我今天 我现在已经不介意了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九个月了 我今天把这件事情 就说出来 我也不是为了报复他 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其他的明星 不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以前占用不到公共资源 我今天终于占用到公共资源 所以我才说出来 谢谢大家 我是梁海人 但你们不要叫我梁海人 叫我L-H-Y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谈过很多段恋爱 然后发现 你喜欢的都是同一个类型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每段经历都如此的相同 我爱的每个女生她都有老公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 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 她经常把你冷落 也不关注你微博 不老公谁啊 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跟我插句 那不都姓王吗 你了解她的所有行踪 解图她的一举一动 你反复刷着她的每段吻戏 激动地问候女主的祖宗 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 你说她破阴都让你心动 你说你一生最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 李贤 邓伦 王思聪